时间过得很快啊 一转眼的时间2021已经过一半了 回看年初到现在的电视剧 原本非常看好的剧感觉平平无奇 反而是那些无流量 无宣传 无包装的剧给阿喵带来了很多惊喜 像最近开播的《遇刺小舞座》 虽然不是大成本制作 没有大牌明星阵容 但是质量却是非常的高 无论是剧情还是演员的演技 都深得大家的喜爱 毕竟小成本剧不用给演员添价片酬 可以把大部分经费放到制作上 该剧播出的时候也没怎么宣传过 现在会这么红 就是因为观众愿意做自来水 以不能够让观众们自发推荐的剧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该剧和其他的小成本网剧一样 都是资金短缺的 而且这部剧的题材还是悬疑探案 要知道这种题材一般是很需要经费 但没想到该剧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从演员的演技到在各种细节方面的把控 都非常的到位 现在该剧的播放量都快要破2.2亿了 而且都办的评分居然是8.3分 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电视剧了 这部剧会被这么多好评 其实也就是因为剧情逻辑在线 说起来演员们虽然都是新人 但演技真的非常不错 出演女主的演员叫做苏晓彤 她2017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后 拍摄的第一部《大宋少年制》 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这部剧 也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吧 当时在《大宋少年制》中 她饰演的是小景这个角色 虽然在女配角 而且还是傻白甜的人设 但苏晓彤演出来的是 单纯不做作的感觉 真的非常自然 当时在《大宋少年制》中 就有很多小伙伴被苏晓彤给圈粉了呢 现在萌妹这种角色 已经没钱受欢迎了 但苏晓彤用演技告诉大家 其实萌妹演好了是很圈粉的 而今年她演的《玉刺小舞座》 和《大宋少年制》 都是小成本的电视剧 而且演员都几乎是新人 甚至于今年的剧 比之前的剧还更加的小成本 但是剧却都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看来苏晓彤的眼光 是真的挺不错的 在这部剧走红后 有很多人觉得苏晓彤 会是下一个赵露丝 因为苏晓彤和赵露丝 同样是甜妹 而且都是凭借网络剧走红 苏晓彤和男演员 也都是那种百搭的CP感 他们的相似度确实挺多的 赵露丝当时就是凭借小成本 但是质量很高的网剧 一炮而红的 苏晓彤会不会在未来代替赵露丝呢 大家有没有在追一次小舞座 觉得是真好看还是炒作 欢迎在留言告诉阿喵 wanted to think I was 爹 谢谢观看